很適合口味 跟你的手勢, 真是救得住 我每天下班這麼累 我都要趕回家裡煮飯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家裡的人 每個人都喜歡吃我煮的東西 對… 但盧先生, 為什麼要說這麼客氣的話? 但我看他的樣子 一點也不像是客氣的話 難道窮窮用了另一方法煮 所以就更美味? 一個月的表情, 你們覺得不好吃嗎? 不是… 哥哥煮東西一向都很好吃 看來你們都不肯放一根給我 但盧先生, 為什麼你這麼說? 我家裡的廚有急事就放了兩個月假 現在弄得我天天不是要外出吃 就要叫外賣 我本來打算重金禮聘阿根幫我煮飯 現在算了, 所謂君子不得人所好 好, 算了 你所說的重金禮聘 就是…不, 給多少錢呢? 你儘管開個假給我 但是我家裡的人 老老實說, 你真的不用擔心我們 是呀, 爸爸 今早就長大了, 懂得照顧自己 現在你們家裡的人都肯放人 我是等你頭髮而已 好, 要這樣說 好, 吃飯… 好, 吃飯… 你這麼早煮好東西 你不是去大牛先生煮飯嗎? 這些是煮給你們吃的 煮給我們吃? 是呀, 你們兩個月都沒吃我煮的飯 真是挺可憐的 所以我想以後每天我早點起床 煮好了, 把它放進冰箱裡 只要你們起床就拿回來 剩下熱它吃就行了 哥哥, 為什麼你要這麼有責任才行? 湯叔叔, 回來了 去巡邏吧 好… 公司政策, 外賣送上樓 就要每層收多二十元服務費 每層二十元真是比較瘋狂 洪先生, 你說得到你 除了我們姓洪, 沒人姓洪的 我知道, 難道弟弟叫外賣 當然不夠吃 幾塊錢都給不起 就不要含著外賣 你不要含著外賣, 你不要含著外賣 還不含著外賣 你不要含著外賣 你是不是怕我含著外賣 他不是真的放下外賣就走了嗎? 那也有的 我兒子寧願吃茶餅也不寧願吃 哥哥煮的東西 你最近哥哥煮的東西超難吃 哥哥… 哥哥, 哥哥 你們三個嫌我煮的東西難吃 所以就叫外賣 你不是在大龍山家煮飯嗎? 你們那天一人一句 勸我去大龍山家煮飯 原來就是不想吃我煮的東西 爸爸, 你最近煮的東西很淡 現在真是全家人 人人都不喜歡吃我煮的東西 那我準備好的飯菜給你們去哪裡? 阿叔處理 你倒了嗎? 啤啤, 她跟我說她很餓 你幾天都沒餵她, 所以我餵了她吃 太過分了 老公, 老婆 老婆, 老婆 威哥… 我不是太明白 其實跟多煮的東西好像普通 你突然叫我來煮給你吃, 幹什麼? 我煮的東西很適合我口味 你們試過就知道了 試什麼?吃肉餅吧 好 好像很漂亮 我為什麼這餐跟上次在洪家吃的那餐 完全不同了嗎? 你跟她簽了兩個月合同, 怎麼辦? 怎麼會害怕呢?就當你的暑用旗 就把她解僱了 可能她還沒習慣在他們廚房煮東西 才做成功 那再給她一次機會吧 那我不如再給她一餐的適應旗吧 為了鄭雄一 鄭雄, 善姐、Mary姐和安仔 今天約了朋友吃飯 至於人哥, 他就吃了這盒垃圾了 對了, 保鮮旗去了明年 一定是下了很多防腐制, 真可憐 就是了 鄭雄, 你做了這麼多東西 就是為了煮一模一樣的菜 讓人哥不要再吃丁丁飯 無論我多省家 外面賣的鮮肉多便宜 都比吃的防腐劑更好 況且他們不懂得珍惜 哥 什麼? 不是, 你…你生我氣嗎? 為什麼丟了我吃飯?你很過分 過分的那是你? 我煮給你吃的東西 你給人寶寶吃 你這麼小器? 我就是這麼小器 我先走了, 明天見 別走 我 我這麼漂亮, 我不怕就很隱瞞 英哥 根哥, 我通知你 你已經燒烤了, 明天不用再來這裡 我… 我只是在地盤裡煮午餐給工人吃 這麼突然? 你手勢這麼好, 我想餵勞一些工人 讓他們在工地也可以吃到很漂亮的住家菜 地盤裡這麼多人 跟你當初說的人數 好像不是很正確 阿根哥, 我不怕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煮的東西多麼難吃 我們吃得多麼辛苦 我現在是顧全力的麵子 在這裡燒烤了你 把你吊到地盤裡 你是不是想在地盤裡也燒烤了你? 別吵 阿威, 當初你喜歡吃我煮的東西 你才請我來做家廚 那你先嘗嘗你煮的東西吃吧 你吃完也覺得我們無為難你吧? 你先走吧, 我再聯絡你 再…再聊一聊 想不到只吃了兩天外賣 就會有這麼多後遺症, 媽媽 你嘴巴很臭, 臭得我什麼唯有無事 真的很想念爸爸, 你喜歡吃假飯 不如你們吃這些吧 真可憐, 真可憐 要有這麼好的餐廳外賣 為什麼不日早介紹我這盒的? 這盒是根叔煮的 什麼? 為什麼哥哥是煮給你… 你吃不煮給我們吃才行? 明明是煮給你吃的 什麼時候? 我也想問你 為什麼你沒有吃微波爐的那盒丁丁飯? 那盒丁丁飯? 哥哥都倒進攬炸桶, 我怎麼吃? 你誤會了 我誤會? 根叔叫你吃丁丁飯就擔心你不健康 所以他就特意煮得一色一樣 打算偷龍轉複 你為什麼哥哥會對我這麼好? 我真是… 我先抱歉了, 我誤會了他 有事, 抱歉 別打自己了 我想應該是因為 我們吃得太多爸爸煮的東西 吃得慣了 所以才會身在腹中不知腹 沒有了, 以我享受到這種美美的 就只有阿龍這麼餵你一個… 這個大慈善家, 為什麼龍警官在這裡 哪是?我聽阿姨Cindy說 她說爸爸覺得根叔的東西很難吃 所以叫根叔去地盤煮飯給哥哥吃 大龍先生一向都覺得 爸爸煮的東西好吃, 但又說難吃? 有錢人一向都難服侍, 一時一樣 特別是姓龍那些 對, 我們之後想吃爸爸煮的東西 不是要去地盤吃嗎? 難吃到盡了 我以為自己吃驗了 這件事我真的耽誤不下, 大佬 為什麼掉了, 掉到這樣? 哥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早就猜到會這樣 早就猜到, 早就猜到吧 死神婆, 有一個算數, 是不是? 你們先看看根叔的樣子吧 根叔不是普通的不開心 才是你們嫌棄他最引以為傲的廚藝 再來就是人家你誤會, 他是好意 然後就被大龍先生調到這裡 他們現在的負面磁場應該倒到巔峰 不用占卜, 不用心理學都知道 你做事不開心, 做事出來一定不好 即是公公被大龍先生調走 都是因為我們嗎? 是嗎? 再見…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你一直在做的事 我們不要… 你要公去嫌棄, 你要吃 我吃了, 我要煮你 我們一直在理, 我們以後都不叫外賣 不是… 不, 阿哥, 我們說 以後如果你煮菜的人 我們才不叫外賣 不叫外賣, 那就叫便利店的丁丁飯吧 你煮的菜這麼好吃 我怎麼會再吃那些 因為垃圾丁丁飯盒呢? 好… 很好吃… 好… 很好吃, 很好吃 阿哥, 很餓 我們幾天沒吃你煮的菜 我們很可憐 是呀 沒辦法, 我還沒買菜 放心吧, 菜都在廚房裡 你進去煮就行了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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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大家很餓, 公公 我都說了我的理論是對的 請問你是什麼理論呢? 意思就是說 你的心情影響你的廚藝 所以後來的東西才這麼難吃 所以你們以後要小心點 不要再激怒我了 知道…